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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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預估配出來的這個現金股利的話 大概是2.6兆 這個後續就是說 都潛在的一個活水 隨時會溢注到這個市場 那重點是說 我想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我們還特別針對這個三大反的一個動態 跟各位做強調 你可以報股過年的一些標的 我們是希望各位你可以特別著重 就是說這個投入持股的一個 一個循環比較長的這個投信 投信相關買很多的 連續性買超的這個個股來做買進 因為畢竟包括外資包括自營商 近期的一個實際上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短 尤其像外資的部分有可能買個兩天 他又連續又賣兩天 今天買明天賣今天買明天賣 就是說這個個股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這個震盪會比較大 你就不妨去follow住一些投信 投信他連續性做買超的一些個股 那等於說這些個股比較適合去做爆股過年 那等於說我們也幫各位鎖定這幾個族群 包括IC設計 包括像印刷電路板 銅箔機板 板卡廠儲能或者是生技這些個股 當然的話強調一句 一樣不要去做追高 把握一個叫回測 回測我們帶各位去做買進 那買進去之後 低買高賣一樣掌握住輪動執行 這個叫短波段的這個價差操作 不做任何改變 所以說我想到底要不要爆股過年 大概我們提供給各位這個相關的一個建議就是說 大概你的持股大概不要控制在五層內 你可以爆股過年大概五層內 那相對你到就是說談到這個前波那個 12月1號那個高點的時候 陸陸續續先把一些個股去做到 獲利出場收回這個資金 那收回資金大概佔了一半的一個資金 我想這個預留後續年後 因為畢竟 我想這一次我們休假大概休假12天 12個交易日 那這個封關之後這個12天 美股還開盤 美股大概開盤8天 那尤其8天它剛好適逢到這個 美國的一個超級財報週 那這個超級財報週各位都知道 像昨天單單 昨天本來美股都漲得好好的 只要說這個聯準會的這個鷹派的一個訊息 又放出來的一個結果 像道琼昨天本來漲300多點 油紅翻黑又拉回 那等於說這個就是說不確定的一個因素比較大 就是說美股它還繼續開盤 台灣在過年那美股繼續開盤 那又剛好這個超級財報週 去年的一個很多的大公司的狀況 並不是很理想 那隨時又釋放出這一些利空訊息的話 這個不確定的因素比較多 這是我們也基於就是說 這個因素一樣請各位 道股過年的一個這個資金的一個佔比 控制持股在5成以內 那預留這個現金等到年後 新春開紅盤之後 要買再來買 因為畢竟這個 你把這些不確定因素 先做一下一個排除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的話這個後續我想我們股市投資 不僅僅我們要求贏 我們一樣要求穩 要求穩 那所以說我想針對食物的一個操作面 當然的話到底哪一些個股可以爆 哪一些個股不能爆 那當然的話我們也全面線都強烈建議各位 你可以透過一套這個有效工具的一個輔助 那包括我們這一套快打招呼軟體 的話能夠協助不管各位 去做到掌握著這個個股輪動的tempo 不同階段點的這個強勢組的個股 我們都可以協助幫各位去做到完全的掌握 那掌握不打緊等於是說 挑出來這些個股 什麼價位該做買什麼價位該做賣 低買高賣我想這個第一時間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提示 這個對各位非常非常重要 畢竟絕大多數的投資者是只會買不會賣 那包括就是說這個波段從上上禮拜二 上上禮拜禮拜四上一談也談了800多點 那你說到目前為止也很多個股 陸陸續續都有產生賣訊 那所以說我想你透過我們這套軟體 可以協助各位不管是選股跟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提供給各位找標股 你根本不用求人做股票 我想你有這個軟體的話協助哪些個股該做買 哪些個股該做賣 我想這個工序都會幫各位做直接的一個輔助 那包括就是說以在我們近期 帶各位操作的這個聯勇這人近期第二趟 包括從他這個12月27日要買點 才能在這305塊錢三百空 我想聯勇這檔個股到近期 相對應來講是所謂IC設計個股當中 漲的時間最長 這拉開的弧度最大的一檔個股 算是個滿領頭領頭養的一檔IC設計一檔個股 那包括我想聯勇當時買點需要一產生 我們在12月27號 一樣全面性 不管是說你打電話進來我們直接送給各位 甚至我們在Telegram買點一產生 12月27號我們在9點22分 一樣都第一時間分享 那當然我們也帶著我們會員去做買進 買點在305 一路漲一路漲 漲到350幾 那當然我想聯勇各位看一下 今天賣出訊號已經產生在這個348塊錢 3870塊錢 那就是說聯勇我想這兩個股是不是標股 各位你自己心思肚明 那重點是說 你什麼價格該做買什麼價格該做賣 因為這個軟體都可以很輕鬆協助各位 當時12月27號買點產生你做買 到今天今天產生賣訊在這個348塊錢 你就賣那當然的話低買高賣你把這一趟的這個價差 43塊錢 買一張你就賺4萬3買個10張 43萬的一個獲利已經輕輕鬆鬆 放到各位你的口袋裡面去 聯勇的部分 那甚至我們在上個禮拜 就是說在1月3號這個開封盤那一天 新一年開封盤那一天 當時一樣產生這個買訊的這個 一樣就是說針對相關電子書的這個概念個股 包括像做這個代工電子紙這個代工的這個 6143的鎮藥 買點產生在63塊6 63塊6 當然我們在當天都是第一時間 買點一傳我們都第一時間分享 10點21分都直接分享各位 你都可以去做review 那畢竟這個賣點需要一產生 你在當天當天都還有黑盤 還有黑盤你都可以從容去做上車 上完車之後我想 在1月3號上禮拜四個交易日 連四紅天天收紅天天創高 那我想正要到今天各位看一下 今天賣出新奧銀產生在這個72塊9 72塊9 那等於說當時上個禮拜 禮拜二1月3號賣的產生我們做買 賣訊今天產生我們做賣 一買一賣先把這一趟價差大概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14.6%的一個獲利 一樣你掌握住這個輪動 這個輪動 該買你做買 該賣你做賣 就把這一趟價差低買高賣 我們來執行 短波段的這個價差操作 有買有賣 獲利放到口袋就OK 正要的部分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針對 今天到底軟體挑出來哪一些個股 你要去特別留意高賣的 包括今天挑出來一檔 一檔這個快達短空個股 就是說你要執行短賣的 包括這個6282的像康書 康書現在賣點產生在這個30.45 30.45 當時賣點在這邊 雖然漲得不多 那畢竟這個不同個股都不同的走勢 那等於是說你就很簡單 你的食物操作 根據訊號你去執行 該做的這個動作就OK 賣信產生 今天收盤大概跌了2.5% 那是今天挑出來這一檔 這個快達短空的個股 那另外我們挑出來這兩檔高價 超過100塊錢以上的 這個高價轉空的這兩檔標的 包括像這個 做生氣新料的這個646的藥華藥 藥華藥賣點在479.5 479.5 今天一收盤快速拉回 拉回15塊 跌了15塊 3680 這個半導體設備的這個加燈 我想加燈在進行的表現 一樣非常非常亮麗 那重點說他賣點在246 一路拉高 今天賣信產生在278 等於說你一樣操作面 當時賣點產生你做買 賣信產生做賣 這一趟價差三十幾塊 一張就賺三萬多塊 一樣輕輕鬆鬆 會買一樣要請各位要會賣 要會賣 把這一趟價差 來執行這一趟短線的這個價差操作 這真的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一樣每天跟各位說強調 目前這個時間 絕絕對對沒有所謂的一個叫做 波段的一個行情 你不要說這個時間點當然的話 我們也希望買進去 我們就抱著不動 就讓他一路漲上去就OK 那畢竟我想在這個時間 畢竟震盪的一個弧度會比較大 一漲漲了2500點 一打下來又打了這個1100多點 那現在又漲上去又漲了800多點 等於說這個操作循環一樣請各位 根據不同輪動個股 它輪動的這個tempo 你就掌握住它的輪動 掌握輪動你天天都有錢賺 不同輪動個股 因為每天都有每天 就算大盤不管漲不管跌 都有個股在漲都有個股在跌 那你就掌握住這一些不同個股的一個 它輪動的一個tempo 該買你做買 該賣你做賣 就完成這樣子 這個循環的一個操作的動作就OK 針對今天高價轉空這兩檔個股 挑出來這兩檔 一樣全面性 像加登今天收盤大概跌了4%多 跌了13塊半 你有這個訊號 掌握住第一時間訊號的一個提示 該買你做買 該賣你做賣就OK 那相對我想我們在進行這些 就是說我們要特別強調各位 哪一些你不要去做報股過年 就有賣訊產生的一些個股 你當然的話一定要執行這個高賣 那包括我們在進行 就是說 配合這個過年即將來到 那我們在之前 也陸陸續續推出一些紅包個股 那這些紅包個股 畢竟 不管是說我們在當時 都是第一時間直接送給各位 或者說我們在這個Telegram 直接在當時的Telegram 每天一開盤不久 買點訊號一產生 我們都第一時間分享 包括像紅包1號精銳 2號大疆 3號這個驅動IC的這個像聯勇 我想這些高賣都一樣 當時賣點產生 我們做買進全部會員都有 我們已經操作四趟 四趟累積的獲利85塊錢 那85塊錢 你就換算它的百分比大概70% 賺70%多久時間 我想這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來來回回的一個操作 無量做買進爆量做賣 無量買進爆量賣 無量買進爆量賣 而且我們就掌握這個循環的一個動作 一趟轉完再接一趟 總共操作四趟 那目前都已經落在高位階 我們就不碰 畢竟這個已經從120幾塊錢 當時買點需要產生 我們在當天 10月28號9點11分 一樣直接無私的分享 那重點 你賺到了沒有 賺到了沒有 紅包1號 四趟八十五塊 那當時我想這個一樣 透過這軟體的輔助 10月28號就挑出來這兩檔 精銳跟美食 那精銳你看到了 美食 美食一當尊 10月28號一當尊在這裡 146塊錢買點 一路飆到270幾塊 漲了多少漲了100多塊錢 那甚至包括像這個大漿 一樣當時買點產生 我們在10月24號 一樣都是第一時間分享 蠻點性產生我們做買 後續賣訊產生做賣 當然的話這些個股全面性 都是第一時間分享 那畢竟針對像這個 像大漿的部分 一樣在當天 10月24號 軟體都可以協助我們 掌握住不同階段點的這種 強勢主流個股 我想你都不會去漏死掉 該買 該掌握的這種輪動標股 你可以一檔賺 再接一檔 這個我們在當時 10月24號挑出來 另外包括就是說 你到現階段如果還沒有加入 我老是我們這個 Telegram還有一個行列的話 一樣都可以請各位 直接做一個搜尋這個帳號 直接做一個免費的一個加入 我想就是說 包括我們不管一些 買訊產生的一些標的 全面性 轉多個股 轉空個股 就是針對這種標股 資訊的一個相關分享 買賣點的一個資訊分享 我想全面性我們都第一時間 在我們這個Telegram 給各位做到直接分享 甚至一些盤式的一個 規劃的一個重點 那你要 我想全面性我們的一些 相關訊息 最主要都會在我們這個Telegram 給各位做到完全的一個 一個分享 那其他包括像Lite 訊息量會比較少 那等於說你要掌握住 這個第一時間的一個 相關訊息的話 一樣都可以請各位 直接做一個免費加入 那重點我想在這個timing 除了紅包1號2號 包括這個3號 像聯酉一樣 賣點出來 我想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上上禮拜 我們得開放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做索取 你只要來電 我們就直接送 絕對不囉嗦 絕對不囉嗦 再送 那你當時配合 那時候買點產生在305 一路飆到360-70塊錢 聯酉今天產生賣點 那你把這一趟價差43塊錢 獲利錢換口袋 聯酉的部分 當時買點在這一邊 一路飆一路飆 新向 一樣都是紅包各股 我們都直接送給各位 那新向我想我們在這一趟 最近我們已經操作過兩趟 包括之前買點在392塊錢做買進 到12月20號我們先賣一趟 為什麼要賣 這邊高檔爆量 這一趟價差38塊錢 賣完之後 它根本連回都不回 大概回個10塊錢而已 那我們在425塊錢就把它買回來 為什麼 就是說它拉不下來 因為投信連續一直買 天天都在買 天天都在買 那到目前為止我想 以這個新向 昨天創高來到476 今天又繼續創高 已經來到480幾塊錢 今天又起7塊半 這一趟價差 前面那一趟38塊 這一趟已經58塊半的一個獲利的一個價差 新向的部分 一樣靜帶賣信產生 要賣再來賣 我想這個買賣點 的一個決定都可以透過這個軟體 來直接輔助各位 新向 各位你也不要覺得 像前面這張圖 你好像覺得已經漲很多 已經漲很多 從330塊錢已經漲到470幾 畢竟480幾等於說 已經漲了大概150塊錢 那問題我想 以這樣標的其實 它去年 去年股價也還有900多塊 900多塊 目前差不多一半而已 因為畢竟它這邊除泉洗 一樣都是香香低位結 蠻底部的一檔 遊戲類股當中獲利王 基本面狀況最好的一檔標的 新向 投信每天買每天買 天天在買 新向的部分 那近期我想 就是說針對操作面 我們也強調各位 這個timing 希望各位報股過 你就頂多大概一半的個部位 那一半部位 你可以去鎖定一些包 像IC設計 板卡 甚至包括像這個 這個PCB 尤其聚焦這個相關的一些 像這個銅箔基板類的一些個股 那包括像我們這個 會很持股 像金星科的部分 昨天 昨天是鎖住漲停 昨天鎖住漲停 那我們預計大概今天還是明天 我們今天還沒賣 因為畢竟今天小創高就做壓回 今天壓回大概跌3塊錢 盤中一度大概漲了差不多 一二十塊 那等於說我們一樣做續報 今天行程量縮小弧度壓回 畢竟這個都實際上要挑戰前高了一檔個股 那我們大概在一樣明後天 會執行這個叫短賣的一個策略 金星科的部分 4919做MCU的新唐 這兩次是一個非常非常底部的一檔個股 低位階 月線在昨天剛剛好站上去 趨勢往上代表就是說 這個已經開始趨勢已經 在底部正式形成翻多 翻多的一檔個股 那當然的話今天新唐 今天昨天到漲了5塊半 今天收在這個平盤 今天量縮 那我想以這兩標的 近期在投信在這邊 這邊大概 這個投資前買一套 那投信整體的佔比高達這個8.1% 8.1% 最近這兩個禮拜比較沒有買 沒有買 那等於說現階段 隨時只要一補量 就可以做強攻的一檔個股 趁它還沒有噴出之前 一樣都可以請各位 好好跟著我們來做布局 新唐 華擎做板卡的 我想這兩標的一樣 這邊有個大量 大量打下來 那打下來之後 現階段這個大量高點是155塊 155塊錢 這連續這兩天 各位可以觀察一兩天 只要站穩的話 就代表這個已經全面換手成功 換手成功 換手成功就是再攻 那現在這一條年限也是下彎 會調幾天 會調整幾天 一樣你就靜待調整完成 量縮價穩 溫和補量 我們再帶各位來做買 信就OK 板卡的花錢 台辦 這個電動車相關 二極體的台辦 它目前為止 我想六條金現在剩下 最上面這條半年限 在80塊錢 那80塊錢 無論如何還是要形成代量 最近沒量 那沒量 趁它量縮停頓壓回的這個時間 像頭信這這檔個股 佔比高達13.2% 最近兩個禮拜也大概買了1700多張 各位你都可以follow住 這個頭信的一個腳步 台光電 今天 昨天漲8塊半 今天又漲了1塊錢 等於說這個一樣延續 頭信最近買一頭褲 買 最近這三個禮拜已經買了7000多張 銅箔基板的 金居 昨天大漲 昨天漲 這個都已經創高了 今天小五度壓回 這個壓回你都可以留意做買進 中興電 這是儲能的一些概念個股 前波我們在上禮拜要各位先賣一趟 為什麼賣高賣 爆量 創高爆量 拉回我想這個拉回 越現在這邊趨勢往上 你就靜待這拉回 亮縮價穩溫和補量 要買再來買 中興電 華城 華城今天收平盤 今天量縮 我想這已經相當接近到這個買點了 一樣各位可以留意 升微能 今天拉回比較深 今天拉回比較深 等於說這檔標的今天是 量雖然有縮 那問題 今天拉回 我們一樣老話一句強調各位 你要等量縮價穩 後續形成溫和補量 我想這個都有一定的一個操作面的一個技巧 那你這個技巧不會一樣 都可以請各位密切跟上腳步 那這個升系的一些個股 我想全部創高 都創高做拉回 這一趟拉回一樣 你都可以回測到上彎的月經線 我想這個隨時都還會動 隨時都還會動 南光 至晴 甚至包廂保銳 我太誇張了 我們都還沒有上車 那等於是說 這個時間 各位你都可以密切留意 去做一張爆股過年 目前這個時間都請 請各位 就說之前你高賣之後 讓它消化幾天量縮價穩 我們後續在慈性 帶各位來做買進 那大話我想這個食物的操作面 不管是說像這個 電子書 像台澳今天賣點產生做賣 那另外不管是說像元泰 元泰昨天漲今天繼續漲 這個賣點都還沒有產生 你都續爆 神準一樣 今天漲兩塊都是一樣續攻 你都做續爆的動作就好了 驚鴻 前天所漲停 昨天漲1% 今天大概漲4%多 我想這個都非常非常底部一些個股 底部粗量就是供給 供給 供給的話講這個一樣 近代賣訊產生 要賣再來賣 一樣 操作面我想你都可以透過這軟體的助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性都有提供給各個198 就是要各位發的一個活動 會起一粒窮 從2月份開始做起算 詳細活動的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做個直接下去 祝各位每年稍微順利 我們見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